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学习商寒这一章 商寒呢,是一个重点章节 涉及到的知识点啊,是非常多的 我们要下功夫把这一章学好 好了,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知识 是关于病原的 那么商寒,它的病原是商寒杆菌 好了,那么我们还要知道 商寒杆菌属于沙门菌属 这个要知道 好了,那么我们还要知道呢 商寒杆菌的一些特点啊 它的形态学上有一个边毛啊 那么一个有是有边毛 两个无是什么呀 没有牙包和夹膜啊 你记住,一个有两个无 有的是边毛,没有的是牙包和夹膜 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还要知道 这个商寒杆菌它的最主要的致病因素呢 是内部素 好,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它的抗原性 那么这个抗原性和我们后面学习辅助检查的肥达反应 是会结合起来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商寒呢 它有两部分啊 组成一个是菌体啊,一部分呢 是商寒杆菌的边毛 那么跟菌体相对应的抗原呢 叫做O抗原 那么这个O抗原啊 是菌体抗原 菌体抗原刺激人体会产生相应的抗体 是IgM抗体 那么相对的啊 边毛抗原 我们叫它H抗原 刺激人体之后呢 会产生IgG抗体 好了 那么这个IgM抗体和IgG抗体呢 后面讲到肥达反应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详细的讲它的临床意义 那么这里头呢 我们暂且不提啊 先打一个伏笔 我们只要知道啊 这个商寒杆菌有菌体的抗原 叫做O抗原 有边毛的抗原 叫做H抗原 那么有同学说了 这个O啊 是菌体抗原 H是边毛抗原 啊 很容易记混啊 怎么记能够非常的清晰呢 好 那么大家看啊 你看这个O圆圆的 是不是像细菌的这个身体啊 你看这个H啊 是不是啊 像它的处须啊 对不对啊 像它的边毛一样呢 所以你像型的方法来记忆啊 就不会记错了 O像什么呀 像细菌的身体H 长的就像边毛啊 这样记就不会记错了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培养 那么在培养里面 我们要记住一个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呢 是常常扛到的 就是这种培养呢 啊 这个商寒杆菌 喜欢在胆汁的培养机中生长 啊 那么什么地方有胆汁呢 当然是胆囊了 所以啊 如果这个细菌 要长期的存在于人体 它最爱呆的地方 就是胆囊 啊 就是胆囊 所以慢性的带菌者 这个细菌最容易存在的部位 就在胆囊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考点 我们要记住 胆囊是慢性带菌者最常见的部位 好 那么我们看一道题 加强我们这个技艺啊 伤寒慢性带菌者最常见的存在部位 在哪啊 在胆囊啊 选择B这个选项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伤寒杆菌的抵抗力 抵抗力呢 它在一般的环境下呢 是比较强的 而且呢 比较乳奈低温 但是啊 对热光和干燥的抵抗力是很弱的 对化学消毒剂啊 抵抗力也是很弱的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再来学习它的流行病学的知识 首先我们讲它的传染源 那么伤寒的传染源呢 主要的是慢性带菌者 好 那么慢性带菌者这种病人 他的身体里细菌长期存在 所以呢 他传染其他人的机会也就越多啊 那么他是最主要的传染源 这里面呢 我们要做一个知识的扩展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考试当中涉及到的啊 消化道传播的传染病啊 细菌性的消化道传播传染病 有三个 一个是伤寒 一个是菌粒 一个是祸乱 这三个病我们可以呢 建议大家啊 放到一起来学 因为都是消化道传播的传染病 而且都是细菌引起的传染病 好了 那么伤寒菌粒或乱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他的主要的传染源都是什么呀 都是慢性的患者或者是带菌的患者啊 你记住慢性带菌者是消化道传染疾病的啊 主要传染源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啊 他说伤寒不断传播流行的主要传染源 对不对 问的是主要 那么就是什么呀 慢性带菌者 二选择 D这个选项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传播途径 传播途径是消化道传播 消化道传播又叫粪口传播 那么这个细菌污染了我们吃的食物和水 那么就会传播到其他人的身上了啊 这是通过消化道进行的细菌的传播 那么在一些环境特别差的地方啊 蚊子 苍蝇特别多 那么苍蝇呢 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传播的作用 还有呢 有些人不注重个人卫生啊 这个不经常洗手 那么这个病从口入了啊 记住传播途径很简单 就是消化道传播 那么再来看一下人群易感性是普遍易感的啊 那么流行特征呢 这个病耗发的季节是夏秋季啊 这个呢 也不需要死即硬背 为什么夏秋季多呢 因为夏秋季是不是瓜果蔬菜啊 下这个生鲜的食品特别多呀啊 很多人喜欢在夏天吃这个生鲜的食品 那么这些食品呢 如果啊 没有起的特别干净 就很有可能被细菌污染 从而传播疾病啊 这里面又是一个共性的知识的总结 那么我们学到的细菌性传播的消化道疾病 啊 那么这些消化道传染病 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都是耗发季节在哪啊 是不是都在夏秋季啊 啊 原因我也说了 因为夏秋季的生的食品特别多 所以夏秋季更容易得消化道传染病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学习发病机制 那么发病机制呢 主要我们刚才讲了靠的是细菌的内毒素 那么内毒素对人体啊 伤寒感菌的内毒素是如何引起疾病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啊 那么伤寒感菌呢 他侵犯回肠的淋巴结 我们后面讲病理的时候就会讲到啊 这个伤寒感菌喜欢侵犯的部位就在于回肠啊 那么是在回肠的淋巴结 那么淋巴结受到了损伤啊 就会出现坏死和溃疡 所以呢 在伤寒的并发症当中就有一条会出现肠道的出血和肠道的穿孔 好 那么这个细菌呢 在血液当中啊 还会引起菌血症 那么他的内毒素呢 就会引起全身的一些中毒的表现 那比如说会出现发热 皮疹和相对缓慢 好 那么我们在后面讲课当中会重点讲他的发热的特点 伤寒的发热呢 是一种肌流热 皮疹呢 是一种玫瑰疹啊 那么脉搏呢 叫做相对缓慢啊 我们后面会详细的介绍 好了 那么啊 这个伤寒杆菌呢 他主要啊 除了侵犯回肠的淋巴结 还会侵犯人体的单核吞噬系统啊 那么单核吞噬系统就会造成肝脏脾脏增大啊 单核吞噬系统受到损伤 肝脏脾脏增大 那么单核吞噬系统当中 其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呢 在人体的骨髓 那么骨髓受到了抑制和损伤 就会引起细胞的下降啊 这里面主要见的就是白细胞的下降 好 那么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这个细菌喜欢在哪存在啊 喜欢在胆汁中存在 所以呢 胆汁排泄到啊 肠道以后 那么这些细菌呢 就进入人体的肠道了 那么肠道产生大变 那么大变里面带有细菌 那么就可以传播到啊自然界 那么就可以进一步传播其他的病人 好这是整个伤寒的一个发病机制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病理特点啊 那么记住一个重点的词就是单核吞噬系统啊 单核吞噬细胞系统 那么伤寒杆菌 他主要侵犯的部位就是这个单噬系统啊 单就是单核噬 就是吞噬细胞 好了 那么他引起的反应是什么反应呢 是一种增生反应啊 这个要记住 好了 那么他引起了增生反应 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呀 就会看到单核吞噬细胞系统的淋巴结肝脏脾脏啊 受到损伤 骨髓受到抑制 就会出现什么呀 肝脾大壳白细胞下降的现象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题啊 他说病理学主要特点 我们说了损伤的是哪啊 单噬系统 对不对啊 引起的什么反应啊 增生反应 选择D这个选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单脾大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单核吞噬系统的什么增生性反应 所以他会变大啊 他会变大 答案是A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有功德说了 考试的时候呢 我就记不住这个单核吞噬系统啊 觉得特别难记 怎么来记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给大家一个 小故事啊 说这个人呢 非常的孤单 他一个人怎么样啊 一个人生活啊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上班 一个人啊 在家里看电视 那么他孤单久了就感觉到怎么样 非常的伤心 好 那么记住这句话 就是伤心是因为什么呀 因为孤单 好了 那么这个伤就是伤害啊 那么这个孤单 单 单核吞噬细胞系统啊 这样记就记住了 就说这个伤害损伤的是哪个系统啊 单核吞噬细胞系统啊 记住伤心 为什么伤心啊 是因为孤单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病理的特点 那么这个啊 伤害杆菌 他侵犯的单核吞噬细胞系统 那么在哪个地方是最常见的呢 记住 就是在回肠的下段的淋巴节是最常见的啊 一定要记住回肠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图 回肠就在这个位置啊 那么这个部位位于我们人体的哪个位置啊 位于我们人体的右下腹 这块呢 和我们后面要讲到的菌力要进行区别 菌力在直肠和乙状结肠 那么直肠乙状结肠在人体的左下腹 所以这两个病通过症状就可以区别了 菌力他疼痛的部位在左下腹 而我们现在学的伤寒 他侵犯的是回肠末端在右下腹 所以他的腹痛的位置在哪啊 在右下腹 那么在做题的时候啊 你看到了右下腹疼 你要想到是伤寒的可能性比较大 看到左下腹疼 想到的是菌力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做一个结合临床 他是右下腹痛 另外要和菌力进行区别 那么有同学说了啊 我还是记不住考试的时候呢 这个回肠末端 我总记错啊 总记错啊 记成什么结肠了啊 记成什么职肠了 那么怎么才不容易记错呢 我们还是给大家看这个小人啊 非常的伤心 那么伤心啊 我们想想如果一个人伤心了 怎么去疗伤啊 啊往往选择的方式就是要什么呀 回家疗伤 对不对啊 这个家呢 是我们避风的港湾啊 能给我们带来温暖 所以一个人伤心的时候 要回家疗伤 好 这个伤当然就是伤寒 好 这个回呢 就是回肠 这样记就不会记混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来梳理一下伤寒啊 如果你就是考试的时候呢 啊 你出现了啊 这个思维的混乱的时候 你就想伤寒就是伤心啊 伤心怎么样呢啊 是为什么伤心呢 因为孤单 我们知道了 孤单这个单 就是单核吞噬细胞系统啊 这个伤寒主要侵犯的是单核吞噬细胞系统 那么在想这个伤心我们怎么去疗伤啊 回家疗伤 所以这个伤寒侵犯的部位在哪啊 在回肠末端 好 这样记就不会记错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做道题来复习一下 他说了啊 最具特征的病变在哪里最显著呢 是回肠 选择必 回家疗伤 好 得必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考点 这个考点呢 叫做伤寒细胞 和伤寒节节 那么伤寒细胞是伤寒的一个特征性的病理表现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巨石细胞吞食了这些细菌啊 那么吞食了细菌呢 还有一些死亡的坏死的组织 包括一少部分的淋巴结 淋巴细胞 红细胞 那么这些呢 都在这个巨石细胞里面 这个巨石细胞呢 啊 就叫做伤寒细胞 好了 那么这个伤寒细胞聚集成团呢 就叫伤寒节节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病理的分期 那我们通过几个图来学习 那么第一期呢 叫做增生期 好了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容易侵犯在回肠的淋巴结 那么回肠淋巴结 先出现的表现就是怎么样 肿胀增生啊 这个肿胀增生 这是第一期 增生期 那么第二期呢 叫做坏死期啊 增生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坏死 不非出现了坏死 好了 那么第三期呢 坏死到一定程度了 就会产生什么呀 产生溃疡 啊 产生溃疡 那么溃疡严重了就会引起出血和穿破 好 最后一期就是溃疡愈合期 溃疡愈合期 好 那么我们一起给大家梳理一下 第一期叫做增生期 第二期 出现了坏死期啊 出现了坏死叫做坏死期 第三期呢 啊 坏死加重 出现了溃疡 叫溃疡形成期 最后一期叫做溃疡愈合期 啊 这个是很好记的啊 我们通过图来记忆 那么我们再来学习伤寒的临床表现 那么伤寒的临床表现里面 我们先要知道伤寒的分期 一共呢 可以分成四期 四期分别是初期 急期 缓解期和恢复期 考试的重点当然是极期啊 这是最严重的阶段的表现 那么我们下面先来一个一个来学习 先来学习初期 初期呢 在病程的第一周 它的表现特点概括起来了 就是什么呀 没有特异性啊 仅仅是一些中毒的表现啊 就是发烧啊 乏力浑身不适这些中毒的表现 好了 那么我们接着学习重点 急性期啊 急期 那么急期呢 它的热是一个持续高热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名词 要记住 叫做激流热 啊 谈到伤寒 它的热形 我们要知道 它叫激流热 激流热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这个图就很清楚了 激流 顾名思义 就是热停留在很高的一个水平 波动很小 这才叫激流 对不对 就是停留持续的一个意思 那么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这个24小时之内 一天之内 这个热怎么样啊 波动不超过一度 你看这个图 热很高 而且很平稳 持续的停留在这个水平 这就叫激流热 标准就是24小时 波动不超过一度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说伤寒侵犯的是回肠为主 那么回肠啊 受到了损伤 就会引起腹部的什么呀 压痛啊 位置我们也说了 是在右下腹 因为回肠就在右侧啊 右侧 那么还会出现什么腹胀腹泻的现象 那么严重的时候 我们说了啊 讲病理的时候 说会形成溃疡 溃疡再加重 形成出血 出血再加重 就形成穿孔 那么在急性期呢 是非常容易出现 肠穿孔和肠出血的 这就是一道考题 考官问你 最容易出现肠穿孔 肠出血的 在哪个期啊 急起 在急起 好 那么我们看一道题 肠穿孔出现在哪一期 急起 最容易出现的 选择C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其他系统的表现 那么在循环系统呢 会出现一种特殊的脉 这个脉呢 也是伤寒的一个特点 叫做相对缓脉 啊 那么相对缓脉是什么意思呢 盖过起来就是发热 但是心率怎么样啊 心率不快啊 我们都见过这样的病人啊 或者我们自己发过 发过烧 也有这样体会啊 当体温升高的时候 我们的心率 我们的脉搏 也是会相应的 代偿性的增快啊 因为发烧的时候 人体消耗的能量会增加 那么心脏就会加快 跳动的速度 满足啊 这个人体对能量 对氧气的需求 所以体温升高 这里面有一个科学的统计 体温升高一度 那么这个脉搏就要增加15到20次 那么这个相对缓脉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人有伤寒了 他的体温是高的 我们刚刚说过 叫做激流热 但是他的脉搏怎么样啊 脉搏不是特别的快啊 脉搏和这个体温出现了不平行的现象啊 脉搏不快 体温很高 这就叫做相对缓脉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图啊 这是一个伤寒的病人 你看他的体温40到41度 而他的脉搏呢 还在100次左右 就是脉搏没有随着体温相应的升高 这就叫做相对缓脉啊 就是发热 但是心率不怎么快 好 那么我们现在啊 给大家啊 再来告诉大家一个记忆的方法啊 我们来看啊 这个伤寒 就想到什么呀 伤心啊 以后考试的时候伤寒 就想到邵老师给你这个伤心啊 这个图片 那么伤心啊 伤寒会出现一种什么脉呢 叫做相对缓脉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伤心的特点是什么呀 恢复很慢 对不对 看一个人伤心了啊 张学友这首歌怎么唱呢 心慢慢疼慢慢冷啊 就什么呢 就是伤心是慢慢伤心啊 我们对幸福的事情啊 开心的时光总是显得非常的短暂 而伤心的痛苦的经历又显得非常的漫长 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 所以记住伤心是什么慢慢伤心 这个伤寒呢 是什么相对缓慢的慢 相对缓慢 好 这样我们就记住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重点知识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啊 学伤寒就想到什么呀 伤心想到这张哭脸啊 那么伤心怎么了 因为孤单啊 那么这就是一个考点 伤寒 这个伤心伤寒是什么呀 侵犯的是单核巨石细胞系统啊 那么伤心呢 是慢慢疼 慢慢了啊 慢慢的伤心 那么他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脉 叫做相对缓脉 伤心了怎么办呀 回家疗伤 侵犯的部位 再回肠 好 通过伤心这个事情啊 我们就把伤寒的重要的知识点就掌握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神经系统的表现 神经系统呢 会出现表情淡漠反应迟钝 那么在干脾呢 会出现干脾的增大现象 那么在皮肤方面呢 会出现一种非常有特点的疹子 叫做玫瑰疹啊 这个玫瑰疹啊 是伤寒的一个特点 那么玫瑰疹什么样呢 是一种红色的斑丘疹啊 红色的斑丘疹 而且呢压之褪色 按压它这个红色会消退 记住这叫玫瑰疹 那像玫瑰一样 是伤寒的一个特征性的表现 好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集期啊讲完了 集期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所以呢 我们要做一个知识的小结和梳理 集期的重点在哪里呢 集期首先我们要知道发热是一种激流热 脉搏是一种相对的缓脉 那么肝脏脾脏会增大啊 在茶体方面 皮肤上会出现玫瑰疹 消化道呢 会出现什么呀 会出现腹痛 腹瀉 注意腹痛在哪啊 右下腹 好 那么学完了集期 我们学习缓解期 缓解期呢 里面有一个陷阱的考点 缓解期顾名思义 就是症状在逐渐的缓解 这个没什么特点 特点在哪 在缓解期怎么样 仍然可以出现 注意这个仍然可以出现 长窗孔和长出血 这就是陷阱 有的人认为缓解期就病好了啊 没事了 但是不要忘了 缓解期也是可以出现并发症 好 这个容易错给大家提醒一下 那么我们再来看恢复期 恢复期呢 这个病人就逐渐的恢复了 在病程的第五周 那么逐渐的症状消失 好 那么我们下面给大家讲一下 并发症的考点 并发症第一个是长出血 长出血的第一个考点 就记住 一个罪叫做罪常见 它是伤寒当中最常见的并发症 我们说伤寒有两个主要并发症 一个是出血 一个是穿孔 这两个哪个是最常见呢 出血常见 为什么呢 因为出血是比较轻的 相对比较轻的表现 那么有的只要有血管的损伤 它就会出血 但是穿孔怎么样啊 就很麻烦了 很严重了 它不是那么容易造成穿孔 因为我们肠道呢 是有一定厚度 只有溃疡很深很深 直到把这个整个肠壁都穿透了 才会出现穿孔 而出血 要求的条件就没那么高 只要溃疡损伤到了血管 就会出血 所以这两者是很好理解的 出血 更容易发生 所以更常见 好了 那么少量的出血是什么呀 就是变前血 是阳性 严重的出血呢 出现黑便 甚至是红色的血便 好 那么长穿孔 我们刚才解释了 它是什么呀 最严重的啊 因为肠子破了 这是会致命的啊 会致命的 那么长穿孔的位置在哪呢 最常见的 当然是啊 伤寒杆军最容易侵犯的 回肠的部位 啊 回肠的末段 那么长穿孔的表现有什么呢 会出现啊 辅膜刺激症啊 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辅膜的炎症 我们后面会有幻灯片 给大家讲 那么还会出现什么呀 会出现啊 辅腔的游离气体啊 这是通过胸篇啊 可以看到 那么病人的表现就是 先是突然的疼痛啊 而且是剧烈的痛 这是什么时候啊 这就是肠道在破的那时候的表现啊 肠道有个孔 当然肚子非常疼 然后出现腐膜炎的体征 然后我们做胸篇啊 做腐篇 就可以看到什么呀 游离的气体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腐膜炎的表现啊 腐膜炎就是肠道破了 那么肠道的内容物啊 肠子里面的东西会刺激腐膜啊 引起腐膜的炎症 那么肚子就非常非常的疼 而且呢 有压痛反照动啊 腐壁是硬的啊 这是他的主要的表现 那么阁下游离气体呢 这张图非常的清楚 你看这是阁 那阁的下面呢 就有什么呀 有黑色的这个啊 表示的这个气体的成分了啊 那么阁下游离气体怎么产生呢 就是肠道破了 肠道里面有气体 这个气体呢 是轻的 朝上走 就在这个腐腔的格膜的下面存在了 好 这是阁下游离气体 以后看到阁下游离气体 你就应该知道 它是肠道穿孔的表现 好了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这里面最重要的考点就是两个最 肠出血是最常见的 肠穿孔呢 是最严重的表现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 他说伤寒最常见的并发症 是出血还穿孔啊 我们在那解释了 出血更容易做到 所以是最常见的是出血 而穿孔啊 是病人很严重的时候才能发生的 它是最危险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再学一点不典型的伤寒 那么不典型伤寒呢 低型 轻型 这个没什么考的啊 主要就是症状很轻 这没什么特别的 好爆发型的特点呢 就是中毒的情况 非常重啊 所以它起病疾 病情更加的危险 危重 那么会出现什么中毒性的表现呢 中毒性的脑病 中毒性的心肌炎 中毒性的肝炎 好 那么第三型叫做牵炎型 牵炎型顾名思义就是什么呀 病情牵炎 病情持续时间长 达到五周以上的发热 啊 这就是牵炎型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逍遥型 那么逍遥型什么特点呢 啊 就像这个他的名字一样 这个病人呢 一开始啊 逍遥啊 很逍遥 怎么逍遥了啊 病人没什么事啊 感觉自己的症状呢 很轻微啊 还可以呢 正常的工作啊 没有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但是啊 逍遥之后就是什么呀 就是非常痛苦的惨痛的经历了 会出现什么呀 会出现长穿孔 或者长出血啊 这时候才被发现 那么这个逍遥型呢 我们可以联想到一部经典的名著 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啊 那么这个名 这个书上面的这个标题 我们就知道 人呢 是需要压力啊 那么如果没有压力啊 非常逍遥自在的活着 那么可能呢 危机就出现啊 记住这个逍遥型的特点 就跟这本书写的名字一样 先是太开心了 太逍遥了啊 太没有事了啊 不以为然 但是呢 最后出现了严重的教训 不像长出血或者长穿孔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顿挫型 顿挫型的特点 就是迅速的痊愈 那么我们来看一张图啊 这是一般的伤寒的表现 就是疾病呢 现在是慢慢慢慢的发展到顶点 然后再慢慢慢慢的恢复 是一条平滑的曲线 那么对于顿挫型 他的发病的特点就是突啊 发展到顶点之后 迅速怎么样 迅速就好 很快就很好了 这叫顿挫型 好 那么我们来做一道题 加深印象 你看这道题 第一个说病人起病很急 但是一周之后迅速痊愈 很快就好 这叫什么顿挫 顿挫型 那么再来看呢 症状很轻 正常工作 但是怎么样 长穿孔和长出血了 这就是太逍遥了 生命中不能承受 之轻啊 选择D这个选项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类型 就好学多了 小儿伤寒 老年伤寒 这是特定人群的伤寒的表现 那么小孩呢 表现的特点就是不太典型 但是呢 中毒的症状是比较重的 而老人呢 症状不典型 但是老人呢 往往有其他器官的啊 不全功能不全的一些症状 所以呢 他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啊 是很危险的 会出现啊 严重的一些疾病 比如说啊 中毒性的心肌炎 或心理衰竭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两个概念啊 会说到伤寒有载然和复发的情况 那么什么是载然 什么是复发 这个概念很难区分啊 单独你看文字 看了半天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给大家画个图 你就明白了啊 第一个图像表示的就是载然 第二个图像表示的是复发 那么我们来看这条黄线 就是正常人的体温 比如说是37度 那么载然和复发的区别在于什么 复发是什么呀 这个病人有过一段什么时间啊 有过一段完全恢复正常体温的时间啊 他体温已经完全恢复了 但是呢 后来怎么样 复发了 而载然是什么呢 你看他的体温始终没有恢复啊 只是说他的病情得到了缓解啊 比如说从40度降到了38度啊 但是到了38度之后 体温又怎么样 又再次升高了啊 这叫载然啊 载然和复发的最核心的区别就在于 载然是体温没有恢复到正常 他就怎么样又再次的燃烧起来了 再次的出现了高热的现象 而复发是什么 体温已经逐渐逐渐恢复到正常了 然后再出现了升高 这是两者的区别啊 看这个图非常的明显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慢性带菌者 这里面的考点就是慢性带菌者 我们之前说过 他是主要的传染源 他主要藏在细菌藏在哪呢 藏在胆囊啊 记住胆囊是细菌主要藏的部位 好 那么我们再来学习伤寒的实验室检查 实验室检查 血肠规记住一个字少啊 白细胞会减少 那么白细胞少当中 其中的啊 这个氏酸 粒细胞减少的最明显 细胞少 尤其是氏酸粒细胞 好 这个氏酸要记住 那么诊断伤寒血肠规 最有意义的是什么呢 就是氏酸粒细胞的技术 他是明显的减低 甚至会降到零 这个水平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伤寒杆菌的培养 这个是可以确诊啊 通过培养找到了细菌就可以确诊了 那么伤寒杆菌 他的培养里面注意三点 早期的培养 我们靠血培养 晚期的培养呢 我们靠粪便和尿培养 记住一早一晚 早期先查血啊 血里面能找到细菌 晚期可以找什么呀 找粪便找尿液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知道 如果一个病人已经用了抗生素 那么这抗生素呢就会杀灭细菌 就会干扰我们找到什么呀 找到这个培养的结果啊 干扰培养的结果啊 容易培养是阴性的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从特殊的部位找细菌 哪个部位啊 记住骨髓啊 骨髓培养适合于什么呀 已经使用抗生素治疗的情况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啊 第一周内就是早期了啊 那么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啊 最高呢啊 养性率最高呢 当然是早期从血培养中找到的养性率最高啊 选择A 好 那么对曾经拥用抗生素治疗的又怀疑伤寒的我们用什么呀 特殊部位啊 骨髓里面找一找看一看啊 选择B这个选项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再来学习菲达反应 那么菲达反应呢 比较难学 我们一步一步来讲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菲达反应 它的啊特点是什么啊 原理是什么 那么这个原理呢 就是啊菌体 我们讲了有个菌体抗原叫做欧抗原啊 菌体抗原叫欧抗原 那么边毛抗原呢 叫做H抗原啊 我们刚才最开始讲啊 细菌的时候提到过啊 那么欧抗原进入人体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 叫做欧抗体 欧抗体主要的成分呢 是Igm成分 那么H抗原刺激人体产生的是Ig抗体 好 那么Igm抗体呢 是近期的啊 反应近期的细菌存在的一个抗体 那么Igg呢 反应的是过去存在细菌的抗体 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学习肝炎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啊 一个妹妹啊 就是MM代表 那么哥哥拼音缩写就是GG啊 哥哥 妹妹是不是啊 父母在近期生的孩子 而哥哥是不是父母过去生的孩子呀 妹妹年龄小吗 近期生的孩子 哥哥岁数大是过去生的孩子 那么这样记就不容易记错了 你看妹妹M是不是近期的啊 Igm是近期的感染 而Igg呢 只能说明是过去的感染啊 通过这个方法就好记了 Igm是妹妹 妹妹是啊 父母近期生的孩子是近期的感染 Igg呢 是哥哥哥哥是以前的以前的感染啊 好 这样就不容易记错 那么我们梳理一下啊 看这张时间轴 Igg是H抗体 代表的是边毛抗体 那么它是过去的啊 那么Igm呢 更加的重要 它是欧抗体的成分 是现在感染啊 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对于我们啊 肥达反应 那么这个欧抗体的阳性更有意义 对不对 因为它反映的是什么呀 反映的是现在的情况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学它的临床意义了 我们记住最关键的一句话 就是欧抗体更有意义啊 因为它是Igm Igm是现在近期的感染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下面这两条啊 就是如果 在我们做肥达反应的时候 只有欧抗体是阳性 啊 H抗体呢 是阴性 或者说只有H抗体是阳性 而欧抗体却是阴性啊 只有一种抗体是啊 阳性的时候 我们怎么判断呢 就你要记住这句话 欧抗体更有意义啊 那么只有欧抗体阳性的话 没问题 可以诊断啊 帮助诊断 它是疾病的早期 而只有H抗体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诊断 它是啊 现在就由啊 上寒感军 只能说什么呀 它是过去存在啊 是一种回忆性的反应 好了 那么我们还要知道 它的数值欧抗体的宁极价呢 在1比80 H抗体呢 是1比160 好 最终给大家一个图 你就记住欧抗体 就是OK 对不对 OK OK是不是好啊 你就记住OK 抗啊 抗体 欧抗体 更有意义啊 那么刚才讲的那么多东西 如果你考试的时候说我全忘了 你就记住OK 就可以了 OK 欧抗体 更好 更有意义 对临床的指导性 更强 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啊 你记住欧抗体 更有意义 那么这道题 哪项是错误的呢 答案就是B 你看 它说什么 H抗体 升高了 H抗体阳性 但是欧抗体没有升高 啊 说明疾病的早期 是不是正好说反了呀 我们说欧抗体 才是更有意义的啊 你看C 只有欧抗体上升啊 H抗体阴性的时候 那这才是疾病的早期 也就说欧抗体 更有意义 啊 PH抗体 要有意义 好 记住这一点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诊断 诊断呢 我们通过流行病学的资料啊 是不是下秋季的啊 传染病啊 是不是有不节的饮食的情况呢 啊 另外看看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呢 有没有急流热 有没有相对缓慢 有没有玫瑰疹 有没有干脾大啊 有没有啊 这个病人出现了一些啊 特殊的啊 这个肠出血的表现啊 并发症的情况 好 那么实验室检查呢 白细胞是减少的啊 是酸粒细胞 是减少的啊 肥达反应呢 是阳性的 另外可以抽血 做血培养 这是早期的 找到细菌的方法 还可以呢 在疾病的后城啊 查粪便培养啊 找到细菌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知识的梳理 那么下面呢 就把伤寒诊断的一些重点词 做一个总结 在考试的时候呢 如果你看到一个病人 有这些的表现 那么你就可以诊断 他是伤寒了 那么什么表现呢 就是腹痛的位置是什么呀 右下腹痛 他会出现肌瘤热 他会出现玫瑰疹 有相对的缓慢 有肝大 皮大 白细胞下降的现象 另外 肥达反应阳性 这些是 其好他的特色的表现 好 这张幻能片 大家课下要进行复习 是一个总结性的 很好的幻能片 那么我们再来给大家 总接着总结 伤寒的重点 那么伤寒的 你就想到什么呀 想到这个伤心 谐音嘛 伤寒 伤心 伤心怎么了 为什么伤心啊 因为孤单 好 伤心的原因是因为孤单 这个单就是单核吞噬系统 这是伤寒最容易侵犯的系统 那么伤 单核吞噬系统里面出现了损伤 就会出现单脾增大 和白细胞降低的现象 那么伤心是什么表现呢 伤心是一种非常痛苦而漫长的经历 叫做漫漫伤心 会出现什么呀 相对缓慢 慢慢的 缓慢的 伤心怎么办呢 回家疗伤吧 那么会出现 损伤的部位在于回肠 所以会出现右下腹痛 好 伤心 它的反应 它的一个特异性的反应 是肥达反应 那么伤心和肥达反应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这个图 人在伤心的时候 是不是喜欢暴饮暴食 对不对 当你伤心的时候 这个心灵受到了创伤 那么就要用另一种方式来弥补自己心灵的创伤 很多人就选择了什么呀 多吃点好的 暴饮暴食 那么暴饮暴食的后果就变什么了 变肥了 对不对 就变肥了 所以记住肥达反应是伤寒的一个特色 好了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伤寒 跟它谐音变成伤心 通过这个方法 就把这么多重要的知识 我们都掌握了 而且呢 这样剂呢 更加的牢固有效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 帮助我们通过实际的题目 通过病例来进行复习 你看这个病人 他的发热 持续 体温在38度 39度 波动很小 这是不是激流热呀 再看他的脉搏 84 脉搏不快 体温高 而脉搏不快 这是不是相对缓脉 另外看他腹部的症状 是哪个部位呀 右下腹痛 右下腹是不是回肠的这个位置啊 这也是伤寒的侵犯的主要部位啊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呀 出现肝脏的增大 好 还有什么 血白细胞的 这个不高啊 白细胞的不高啊 白细胞是属于正常的下陷啊 偏低的水平 对他反应呢 是阳性的啊 那么通过这些的表现 我们就可以诊断 他是什么啊 他是一个典型的伤寒选择B这个选项 好 那么我们最后呢 再来说一下伤寒的治疗和预防 治疗里面啊 一般治疗 知道他要隔离 要护理 好 另外呢 一个注意点就是他要什么呀 要用无渣饮食 啊 这个饮食要注意 他是无渣饮食 因为这个饮食如果这个食物的含渣量太高的时候就会造成什么呀 肠道的损伤 而这个疾病呢 本身就是一个肠道损伤的疾病 要注意是无渣的高热量的啊 易消化的饮食 好 那么再看药物里面 我们要记住首选的抗生素是奎诺同类啊 代表药物呢 是养活杀星 或者是诺佛杀星 管底杀星啊 都带有杀星这两个字 好 那么这个奎诺同类是对肠道的细菌有非常好的疗效啊 代表药物杀星 那么在这里面注意事项就是孕妇 儿童啊 普鲁西妇女不能用啊 会造成孕妇的胎儿的畸形 儿童呢 会生长发育的受限 那么普鲁西的妇女呢 他会通过乳汁啊 把这个药物呢啊 传到啊 药物这个啊 带到人啊 孩子身上啊 带到儿童身上 那么会影响发育 注意这几个不能用的人 那么这些人不能用亏托同类 我们可以用什么药替代呢 记住替代药物就是投包 尤其是三代投包啊 适合于啊 儿童孕妇和哺乳妻妇女 好 那么代表药物呢 就是投包去松 投包在握啊 投包派童 那么我们来看一到小儿 你看小儿是不能用亏诺同类的啊 不能用杀星的 代替药是什么 去松啊 投包去松 投包三代 选择D这个选项 好 那么还有两个药啊 就是绿酶素啊 还有一些安边西林 富方新诺明这些药物呢 使用的不是很多 尤其是绿酶素 要知道它的副作用是很大 好 那么对于慢性的代菌者 我们说这个细菌容易在胆道中啊 胆囊中存在 那么就要选择对胆囊 胆汁里面含量高的抗生素 那么选择什么呀 选择安边西林啊 这个记住啊 就可以了 安边西林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题 他说治疗慢性代菌者首选什么 安边西林选择D这个选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并发症的治疗 第一个并发症 最常见的 常出血 要注意休息 要进食 要监测病人的生命体征 另外要使用止血药 如果出血量特大 怎么样啊 就要手术治疗了 那么肠疮孔呢 也是很危险的疾病啊 我们要什么呀 要进食 而且要胃肠减压啊 把胃肠的啊 这个肠内容物给它吸引出来啊 那么减轻胃肠道的啊 进一步的损伤 另外还要注意补充液体啊 家用抗菌药啊 尤其是抗克兰因性菌的药物 那么必要的时候 危险的时候 要手术治疗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伤寒的预防 那么伤寒的预防 要控制传染源 传染源最多见的啊 就是带有细菌的慢性的啊 感染者和患者要隔离 那么这个隔离的时间是容易考到的 要注意隔离要多长时间才能解除隔离呢 要必须看这个大便培养 大便培养必须在什么时候才能解除隔离呢 培养怎么样 两次的阴性才能解除啊 这是最关键啊 那么除了看便培养呢 还要看体温 体温至少要稳定15天啊 两周以上 好了 那么解除隔离两个条件 一个是看体温稳定15天 并且大便培养怎么样 两次都是阴性才可以 好 那么我们看一道题 他说解除隔离的标志是什么呢 啊 是看失酸粒细胞吗 不是啊 体温下降到正常就能那个解除隔离吗 也不是啊 体温必须正常15天啊 两周以上 好 那么单独看D啊 单独靠症状消失两周吗 不是 我们必须还要看什么 还要看便培养 所以这里面最合适的答案呢 也是最关键的 便培养 必须连续两次阴性 还是解除隔离的要求啊 选择C这个选项 好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呢 除了控制传染源之外呢 还要控制啊 切断传播途径 那么这个切断传播途径 是预防伤寒的最关键的措施啊 那么传播途径是消化道传播 所以我们要做好管理什么呀 饮食水源和粪便 另外呢 要消灭苍蝇啊 养成洗手的良好习惯啊 好 那么对易改人群 我们还可以进行预防的接种 用一些疫苗 好了 那么伤寒这一章的内容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我们现在呢 给大家进行最后的一个梳理 把重点给大家再来强调一下 那么在伤寒的基础部分里面呢 我们要知道它的传染源啊 最主要的是慢性带军者啊 浩发季节呢 在夏天和秋天 那么伤寒的慢性带军者最常见的细菌部位呢 在胆囊 伤寒 主要侵犯哪啊 主要侵犯 单核吞噬细胞系统 啊 那么伤寒主要侵犯的部位在哪 在回肠 伤寒细胞就是巨石细胞 吞噬了伤寒杆菌啊 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细胞啊 就要知道 那么病理分期呢 有四期 增生期 外死期 溃疡新增期和溃疡愈合期 这些是基础部分的重点内容 那么它的临床部分呢 重点在于临床表现 那么我们学了肌流热 学了缓慢 学了肝脾大 白细胞不高 玫瑰疹 还有肥达反 那么并发症里面 我们要知道最常见的是肠出血 最严重的是肠穿孔 那么在治疗里面 我们要知道首选的药物是 辉诺 红类 好了 伤寒这一章的知识 很重要 也很多 课下大家要抽出时间 很好的复习 这部分内容为大家介绍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fandzh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